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weektalk本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周末比特币跟太坊还处于一个横盘整理的状态没有走出什么特别大的波动 那么整个比特币B2C20民用市场可谓是持续疯狂 但是这个疯狂的点好像有点奇怪 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末里面例如孔郭以及小耳朵的这种Nina这种名人KOL 以及这种币圈老人所发行的名文持续的火爆 但是这种火爆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后续还会给大家来去仔细的解读 同样的陆克老哥还是在持续的捉腰 而且他已经向美国国家漏洞去提交了这个专门的针对于整个名文方面的一些修改意见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提案目前已经是正在处理中 所以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幺蛾子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奥迪的一个涨幅可以说是一般 那么其他的名文市场 那么BNB的名文是有所降温 但是其他的例如像OKT上的全新名文 Everland上的名文 以及EOS上的名文等等各种各样的系列名文 只要是他跟名文扯上关系 所有的这些供链都暴涨 那我也可以说这个周末也可以说是整个供链赛道的一个牛市 但是这些供链赛道牛市并不是自己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特别好的应用 而是由这些名文所带起来 因为大家要打名文 所以要去买你的这个原生token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实在太过丰盲 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事情 那么来到整个狗狗币名文上面 那么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这个宝尔爷喊单之后 整个Dawgm也是冲了一波新高 那么最多来到了也是回到了将近0.09的价格 但是在周日又下跌了 目前大概是0.06 那么其实还是持续保持了一个低流动性的一个情况 UNILON这边的涨幅也可以不错 那么UNILONX又是周末涨了差不多有30% 而且我运用说他们也会把获得到的平台手续费去存入到相关的一个流动性池里面 我们把目光再回到整个游戏赛道 那么周五跟大家分享的这个Lumi Finance 它的一个价格照这个峰值是有所下跌 但是这个游戏的热度却还在持续的上涨 而且这个游戏NFT盲盒的一个地板价也叫我们周五分享的时候 差不多涨了有60%左右 所以是持续的往上涨 同样的它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其实走的也还不错 那么再回到整个XPAD方面 XPAD也会在下周去发布自己的APP版本 那么相信这个版本发布之后 对于整个的这些代币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利好 同时关于整个后续应该布局哪些赛道 其实我也有一些推荐 包括一些DeFi 以及一些Layer 2等等 还有这些破产板块的代币 其实都是本周我们可以去关注的 所以在本期视频的后边 也会跟大家去来分享我本周的一些投资策略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就为个人节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区块联合数的货币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扫码推荐MH群 突然有VIP资讯群 如果你有一对一的Web3资讯需求 或者想获得一些早期的消息和一些财富密码 那么也欢迎扫码加群 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 可以永久入群 我们还有30位最后500美金的名额 所以如果错过了这30位 就要以600美金的一个价格来入群了 所以如果你想入群 那么请抓紧时间早马加群 那么首先我们还日常来看一下 这周的一个交易数据 那么周末的交易量可以说也是比较低 基本上算是本周内的一个相对低点 而且在过去7天内 整个链上交易量大概是200亿美金 那么这个数据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 所以这个数据走的可谓是平平无奇 那么NFT方面其实是有一些更新的 虽然NFT的一个交易量依然保持持续的下跌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企鹅的地板价 已经来到了将近12个以太坊 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要推出自己的这个游戏平台 所以这个小企鹅后续会有这个代币空投的一些预期 以及可以去参与到他们这个游戏平台之中 所以在上涨 但是其他的一些NFT 目前看起来其实还是毫无起色 但是其实周末的时候 Ladies也就是MeLadies发行的这个MemeToken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爆火 那么这个Token也是在周末走出了一个翻倍的行情 但从消息面上来看 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更新 所以这种MemeToken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 但是MeLadies大家可以保持关注 而且他的一个NFT最近涨的也的确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那么还是把主要精力来回归到整个明文市场方面 那么明文市场在周末可以说是持续的疯狂 比特币上面疯狂的点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以一种币圈KOL啊 或者是这种币圈的老玩家所为代表的 那么最为核心的 那么孔也是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孔老板自己发的 那么他上面有这个交易量 而且目前的一个价格也充得很高 那么包括说像小喇叭的这个什么Nina呀 啊等等这一切也都有B2C20啊 包括什么我看到宝尔爷也发了一个锅等等 就是这种疯狂在我看来是极其不健康的 因为这种以名人为发行的东西 它本质上其实就是来去割你韭菜 那么现在大家玩的这个方式就是 你持有这个币圈KOL或者是名人的这些名文 那就可以加他们的好友 然后加一个群 等于说是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这种交流 相当于说加他们群的一个门槛 但是呢呃这个价格跌的我就不再多说了 就是懂得都懂对吧 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数据的一个价格走势 那基本上都是一路往下走低的 而且我不太理解的是像宝尔爷这种 发一个项目出来割一个 发一个项目出来割一个 而且每一次都被割的遍体鳞伤 为什么大家还在往上冲呢 这真的是让我非常不解的一点 而且即使我们把它当做NFT来看 那么我也能看到 其实在NFT时代也有一些名人的NFT出来 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屌丝的小哥 那么他的NFT最高 我记得也被炒到过一个多以太 那个时候以太坊的价格可是3500美金 就是一个屌丝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 结果他突然发现 有一天他的照片变成了将近5000美金一张 这就非常离谱 那么包括小耳朵所做的 虽然不是小耳朵本人发的 但是这个名字就很明显 就是他来站台 包括孔老板的孔其实都在往下跌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 就是这种名人或者是一种币圈的老玩家出来 又开始搁你了 这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赛道 可能要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关键节点 那么除了这个方面 我们也看到陆克老哥 其实在周末还在持续的捉腰 他们也在这个美国国家漏洞的数据库中 去上传了他之前所说的这个名文的一个漏洞 就是我在周四还是周五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他希望名文可以在VR7版本的时候 被完全cover掉 所以其实陆克老哥的这个事情还在持续 虽然中文社区已经在疯狂的喷塌了 而且确实也是喷得他很惨很惨 甚至他的推特账号都一度被封禁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持续性 还有一些影响 虽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名文市场 肯定不会赶尽杀绝 但是庄家肯定会利用这个讯息 来反复的割韭菜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整个周末 整个奥地的一个走势 也是跟上一周几乎一样 大概也就是在51 49 52左右 没有什么太高的一个走势 所以对于整个比特币B2C20的一个龙头 它目前的一个走势都也就这样平平无奇 那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所以名文这个市场 我目前觉得好像比特币上的B2C20名文 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见顶时期 我觉得这个赛道其实后续可以继续玩的 而且从NFT的一个视角上来觉得 那么接下来的这波B2C20的一个名文热潮 可能才是最为伏谋和能把这个市场吹上最高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又到了一个可以阶段性撤退的一个时间节点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而且这些目前还在上涨的B2C20名文也确实太过奇怪 什么没有人做的 或者是各种的一些项目 随便发一个消息就开始暴涨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去蹭B2C20热度的 那么这些都代表着说这个赛道阶段性可能已经到顶了 所以在这里做一下风险提示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赛道啊 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你觉得有风险 特别是你看到这些人都开始下场了 那我可能建议的是你在这一周里先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 先去避险 那么后续可以等到一个低点再买回来 当然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全仓 你可以留一个底仓等等这一系列 但是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 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那么同样的整个BNB上的BNBs 其实在周末也有了一个还算不小的回调吧 我们看到最高的时候是一路来到了8 那么现在是2.95 那么周六的时候又反弹来到了将近5左右 所以其实目前整个BNBs上面的这个名文 也是在上周冲高之后开始进行了一个盘整 个人觉得币安的web3钱包大概率会支持这个市场 但是币安的web3钱包如果你体验过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跟OKX web3钱包做的是差很多的 所以无论是用户体验测还是实际的一个交易测 币安的web3钱包都不太可能立刻能让每个人去非常丝滑的使用 但是这都不重要 只要币安的web3钱包能透露出来一些讯息 如他可以支持这个EVM link 那么我相信整个BNBs包括BNBi等等 这些BNB上的名文肯定也会持续的往上走高 所以这些是我想跟大家一些分享的 同样的整个名文市场在周末也是太过疯狂了 你打开这个泡泡 我们看到今天涨的最狠的是OKT涨了123 那么OKT真的是让人非常搞笑 其实OKT的Chin基本上已经是被OK放弃了的一条链 那么其实这条链是在当年DeFi时代 跟BSC以及火币的HIKO是同期来做的 那么都是交易所来出公链 大家也看到了BSC上的一些成功 以及BNB的价格随着整个BSC的一个拓展而持续升高 但是OKT确实也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公链 而且我们也看到OK也即将推出自己的全新L2X1 所以OKT的一个上涨也确实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Avalanche在这周也同样有非常迅猛的一个涨幅 那么我看了一下 这些链上并没有一些所谓生态的更新 其核心的一个本源 还是因为这上面有了一些名文 就大家现在好像都疯了一样 哪条链上有名文就往上冲 哪条链上名文就往上打 而且这很搞笑的一点是 很多的一些KOL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蠢还是坏 就是你只要打到了一条名文 比如说他打到了他持有很多 然后他就开始喊单 我打的时候零点几优 我现在已经两优了 厂外价已经五优了 对吧 我已经赚了几十倍 但这个玩意儿纯粹是纸面资产 你根本就卖不出去 你打了一万张好吧 你花了一百优 你说你涨了五十倍 对吧 你五万优能卖出去吗 能可能有厂外的人接你那么多单吗 所以这点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请各位特别是一些小白用户 不要听信这些所谓名文报复的故事 确实奥地以及比特币B2C20名文是报复了一大批人的 但是其他链上的这些名文 它流动性本来就受限 而且赛道的天花板 它就是B2C20 你想想你去玩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的流动性本来就受限 你在里面去搞这些名文干什么呢 而且去打这些名文 这些链本身性能又不好 我相信昨天去强打OKT的小伙伴 应该已经体会到了到底有多么的崩溃 所以与其打名文 那不如你直接买币 对吧 买币还直接价格能往上走高 而且中央家可能也会趁这个点去拉高出货 反正这都是基本上将死不死的一条链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除了Everlaunch以及OKT 我们看到这个末日战车 EOS上其实都有名文了 而且EOS也是在 这个周末涨得也还算不错吧 所以确实这个事情太过离谱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市场封目到 令人觉得没有逻辑 或者是令人觉得很头痛 让人觉得就是毛骨悚然的 为什么就涨 怎么就封目起来了 那可能就是需要撤退的时候 所以还是一个核心的逻辑 就是卖在就是人生顶费时 所以我还是提醒各位 对于名文市场 可能要去进行短暂的一个离场了 那么这个离场的时间节点 你可以把握一下 看在这一周 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 那么同时 整个狗狗币生态的名文 其实随着宝二爷的喊单 那也持续走高 我们看到了这个Dogicm的最高价格 也是基本上突破了一波新高 来到了这个0.09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 还是所谓流动性的点 虽然整个Dogicm 你叫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流动性好了很多 但基本上这个池子 如果你想以限价买进去 那可能上限也大概就是2000U 或者是2500U 如果你还想再买多 那你基本上要去做拉盘的这个冤种的 所以这些所谓的名文 虽然你看到几十倍几百倍 甚至什么上万倍 但是最终能卖出去的 真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你在炒币 或者是做任何的这种资产交易的时候 请务必记住流动性的一个概念 你有这个账面资产 不代表你能卖出去吗 所以这一点也是希望你能关注到 那么同时 Union这边其实也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他收取一些手续费 后就会放到流动性池里 而且呢 在他们的一个seeking系统开放之后 也会分发给这个UNIX一个持有者 所以我估计UNIX后续可能还会涨 而且从整个狗币生态来看 那么UNIX一个涨幅 以及目前他跟OK啊等等 这些大的交易所的一些合作 好像也是走在整个狗狗币生态前列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但确实UNILON也有他的问题 而且整个狗狗币生态做的也比较头痛 而且UNILON就是你现在来去做swap 其实你获得的是这个W狗狗 并不是真正的狗狗 你的狗狗想要去从W狗狗换成回来狗狗 那这个还是需要啊 一定的这个额度啊 时间啊等等 特别是之前是通过OTC的方式来去进行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也希望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而且如果你当时用的这个UNILON的钱包 跟这个Dawgm的钱包是同一个钱包 那请你先交易用这个Dawgm 不然很有可能你交易这个UNILON的UNIX 或者是任何在UNILON上的名文就有可能把你的这个呃 就是Dawgm当初盖茨费烧掉 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请你务必关心一下 那么还是把目光回到游戏赛道上面 周五跟大家分享的这个Lumi Terra游戏 其实涨幅非常不错 虽然它的这个算法稳定币Lua是有下跌的 从大概5.6跌到了现在4.6 但是这个项目的数据却在全面增长 我们看到目前游戏的奖持已经来到了42万美金 估计今天能将近突破45万美金 这个数据的增幅其实相当可观 而且我也说了 它的这个NFT盲盒的地板价 也是叫我们刚刚分享的时候 差不多有了将近60%左右的一个涨幅 社区里对这个项目其实也是持续的关注 在这给大家捋一下 就是这个Lumi Terra它不会去发行一个全新的币 这个我也是跟项目泡沟通确认过的 在Lumi Terra中的一个所谓的游戏代币 就是这个Lua UIC 那么Lua UIC获取怎么获取呢 就唯一只有通过质押Lua代币 然后来获取这个Lua UIC 那同时Lua UIC也可以在Curve的这个池子上来去进行对换 目前流动性还不错 大概140万美金左右 所以其实这是两个方面 就是Lua UIC它其实就是一个稳定币嘛 你看到它的锚定就是一 你用Lua UIC可以作为你在Lumi Terra游戏中的这个游戏比去做成各种各样的交易啊 买卖装备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那么同时呢 如果你想要去获得这个Lua UIC就必须来到这个Defi模块中去质押这个Lua 所以这样子它就会由自己的游戏来去反食和推动自己的这个Lua的一个价格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之前大家都是由代币来去提升业务量 那这个项目的一个生态好像是完全反过来了 就是由自己的一个业务量来反而去拉升自己的一个代币 就是你玩游戏的人越多 你的这个Lua UIC的需求越多 Lua UIC的需求越多 自然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去质押自己的Lua代币去换出来Lua UIC 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而且确实这个价格叫我分享的时候也是跌了差不多0.5左右 而且这个项目其实长期以来还是比较看好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 更横旷的是我说了 对于一款游戏中的代币来说 那么这个市值目前只有300万美金 可以说是相当低的 那么在牛市里面大家也可以想象力去开放一下 同时呢这个项目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治理代币 也就是这个Lua G 所以大家也可以后续关注一下 Lua G后续就会像这个VCRV一样 你去质押就可以去获得到这个平台的手续费分成 那么这个所谓的手续费分成 就是来自于这里面道国库里面的 大概现在有20万美金之多 所以后续这一系列项目上呢会逐步的公开一些具体的细则 大家也可以保持持续的关注 而且这个项目的一个公测也会在12月18号的时候正式开启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 这个游戏的拥护体验以及实用体验以及整个游戏的玩法 真的是直接拉满 很多小伙伴甚至都入迷了玩这个游戏 但是现在的玩法是三档的 那么18号之后才是这个不三档的 那么不三档就需要有这个盲盒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盲盒价左高的一个核心原因 然后再来看一下Xpad这款游戏 那么这款游戏的一个价格在周末有了比较大的下跌 而且这个游戏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都会在这个UTC时间的白天拉升 然后又在凌晨砸下来 我不确定为什么 或许是有庄家在下面去砸盘去控盘 你会发现基本上每天都是走这个画门的行情 怎么跌的怎么砸上去等等 而且从这个游戏的一些流入数据上面来看 最近几天无论是活跃的用户数 新增的用户数 以及这个上面的transaction 以及这个质押的量等等 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急剧下跌的状态 所以这款游戏在上周的周末 其实走的是比较差劲的 但这个游戏的更多更新会在下周发布 那么他说了会发布这个移动版本 也就是现在我们有手机推特 就可以去养你这个宠物了 那么我相信这个对于整个游戏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而且或许也会公布这个 就是宠物进行大作战啊 包括宠物去通蓝莓的这些操作 同时项目方也是调低了这个游戏的产出 那么现在这个boosting的收益 如果你邀请的人没有再花钱 那其实你这个收益就会降很多 比如我这个收益已经降低了 差不多有将近一倍了 所以后续这个项目 其实在目前的一个运营方面 可能还是比较令人头疼的 而且确实价格的下跌 对于想要去投机的玩家 也是不是特别好的 但是对于想要攒筹码 或者想去升级的玩家 那么B派的价格越低 其实你越买入去课金 然后获取这个收益和回报 那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游戏就忍者见仁智了 见智了 那么有对这个项目保持好感的 这些玩家说 这个项目可能有一个金狗的潜力 可能成为下一个瑞卡 那么对于挖提卖的矿工来说 那就非常的无情 所以最后就是要看项目放的运营 能否去破除挖提卖的一个关键节点 包括能不能尽快的上线 自己的一些质押等等 所以关于这个游戏 我们会后续持续的关注 但确实这周末 这个游戏走的不太好 会在下周有更新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回答 以及更多的一些更新同步 同时我们把目光回到 整个这个周的一些投资的展望来看 其实在周末 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消息 比如说市场已经涨了很多了 马上就要回调了 或者是比特币上行 确实有限乏力等等 可能整个瀑布要来了 而且圣诞节 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大家开始看空这个市场 但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个市场 目前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上涨基点 没有去爆发 那么这个基点 其实就是整个以太坊生态 那么从目前来看 在这一波里的涨幅 那么比特币可谓是一枝独秀 框框往上涨 那么以太坊只能说做了一个陪衬 基本上没有涨出什么样太好的一个价格 而且整个以太坊的生态 都是非常拉胯的 我在每天跟大家去来分享 链上交易量 以及整个资金流入量上面 都是非常痛心疾首的 真的以太坊什么时候能争争气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其实如果这一轮牛市 可能还有一周多左右的时间的话 那么我相信 在这一周多里面 最大的机会就是以太坊了 以太坊的机会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DeFi以及这些Layer 2 那用DeFi 我们也看到 Synthetix会在12月17号的时候 正式终结它的通胀 一个人说代币就不会再增发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一周里面 Synthetix一个涨幅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也是一枝独秀 突破了好像自2022年夏天以来的一个最高点 大概4块多 但是叫它的一个最高点 其实还差了很多 我记得当时 我跟一个老哥去炒代币 就基本上是在十几到二十几来去做波段 没想到好久不看了 那这个项目确实目前走的也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所以Synthetix大家绝对是可以关注起来的 而且随着它通胀的一个结束 那么或许更多的资金 以及更多市场的注意力会回到它上面 所以这个标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 那么同时整个的这个以太坊 Layer 2版块 我就说了很多次了 例如OPR Arbitrum 马蹄等等 都是很好的一些标的 我在之前的这个周报中 也有跟大家聊过 那么Arbitrum就属于这种猛冲式的 这个庄家就坑一根针 拉个十五二十都是长的事 那么Arbitrum比较尴尬 目前好像是没有装的一个状态 但是也不代表它走的不强 而且确实Arbitrum上 目前也有几个很好的DeFi 其实也来出现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以太坊上的这个牛市可以回归的话 DeFi肯定95%都会出现在Arbitrum上 所以Arbitrum绝对是一个可以看的标的 那么马蹄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上升了 那基本上会处于一个慢性上涨的状态 就可能它涨的不会很多 但是它每天都会往上拱一点 所以日拱一足这样的状态 我个人会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说 如果你现在看空 你卖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也是觉得 比特币来到四万五四万六 可能真的很难再往上突破了 但是对于整个以太坊生态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不去赌一下 好像是有一点亏的 因为这波以太坊的走势简直是太弱了 各种名文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因为实在是太过疯狂了 这么疯狂之后 肯定名文市场就会迎来一波大跌 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大跌之后 厂见资金往哪去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来以太坊上的 所以我是愿意在这周 参与一场以太坊的赌博的 如果说能赌对了 那可能在下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青汤跑路了 已经赚了挺多了 如果赌错了的话 那估计就会少一些 这个这轮牛市的一些利润 但是如果这轮以太坊不给一点力 不往上冲一冲 那走的实在是太难看了吧 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坊的汇率 其实还是很低很低的一个状态 所以以太坊求求你了 给点力吧 还有一个板块 其实是破产板块 那么这个板块 其实这两天已经开始有了异动 那么FTT的一个听证会 也会在北京时间的 12月14号的凌晨开始 那么基本上 照之前破产板块的听证会来说 基本上听证会前后 都会有一波暴涨 所以关于FTT 我个人建议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同时属于破产管派的USTOIC 那么之前也跟大家有聊过 并且之前项目上也是出现了两个好玩的项目 一个项目 然后一个提案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可以关注起来的 所以破产板块 你可以当成meme来炒 用一波小资金来去赌一赌 但是其实确实 FTX目前的一个价格也已经是比较高了 而且这个项目的庄家 有一点就是会暴涨暴跌 去反复的割 你会看到 那么在这一天里 虽然持续是往上走高的 但是涨上来跌下去 涨上来跌下去 所以如果你做波段的话 很容易就被洗下来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么同时 这个VGX 那么也是一个破产板块的代币 同时它也具备我刚才说的点 就是这些暴涨暴跌 总之破产板块的代币 就是如果你要做这种短期的波段 你是必须要有很大的心理耐受能力的 你可以把这些破产板块代币 完全都是meme来炒 因为风险是非常极高的 那么愿不愿意参与 那么实验节点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12月14号的凌晨 那么在这之前 我觉得可能都是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的 那么这个之后 估计要看这个听证会 具体能出来一些利好或者是利空 所以到那个时候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 但这个波动 我就没法跟大家确定是好还是坏的了 所以以上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来去分享的一些内容 总之我个人其实也是觉得 目前市场如果还要再往上涨 确实可能有点乏力了 特别是比特币 如果真的还要突破5万的话 那可能还是要有一点想象力的 但是比特币横盘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 那么我是希望以太坊应该冲一下的 而且站在整个逻辑上 也该轮到以太坊了 所以我可能在本周的一个重点策略 就是把资金来去放到整个以太坊生态中 无论是Layer2 还是一些DeFi产品上 可能都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的 那么同时包括一些游戏赛道 依然还是建议各位可以去关注的 虽然这个游戏赛道目前没有出现一些爆款的这种游戏 或者是没有出现涨几十倍 几百倍的这种传奇项目 但是这个赛道其实从现在到春节期间 我觉得都是可以比较核心的关注的 因为这个赛道 我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就说了 就会爆发 然后会出一些很多的游戏 就是因为这些项目的一个资金可能都不足了 如果再不发 再不出来搞事可能就没了 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能搞出来多大的事 以及涨幅能充多少 这个就实在不确定了 那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几个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标的 特别是在这轮牛市之初 大概是11月初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分享几个标的 比如说这个sharpnell 基本上也是从分享的时候 大概0.07涨到现在大概0.34 那么最高的时候 这个项目也是接近有0.5的一个价格 那么这个币安的阿谢侧脸 RON其实也是一路往上平推 现在大概也是来到了一个0.1 1.7左右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概是0.8左右 所以这些游戏代币表现的都不错 包括GMT其实也是在这周可能会有一些异动 但这个币我好像就从来没有赚到过大钱 就是他爆拉 然后爆跌 爆拉 然后爆跌 我好像只能是从中分一倍更 所以这个标的我个人干脆就不看了 因为感觉我就是赚不过这个庄家 或者是我的八字跟他不合 所以我就选择战略性放弃 去看一看别的一些标的 那么其实以上 就是本期想跟大家去来分享周报 日报的一些全部内容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 根据我对于市场的一些最新热点的整理 以及汇总去整理和总结出来 自己需要投资一些关键和点 总之我个人本周的一些策略 其实就是压注在整个以太坊 圣诞上 如果行 那可能会有不错的收益 如果不行 那就赶紧撤退 那么迎接圣诞节 也是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整个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 想要聊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或者是扫板添加微信讯 最后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